我年轻时曾参观了1964年在纽约市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站是后期圣徒的教会展馆 馆内有一座盐湖圣殿监塔的复制品 令人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看《人类追求幸福》这部影片 就是在那间展馆里 这部由理查一凡长老旁白描述救恩计划的影片 为许多访客带来不小的震撼 也包括我在内 以凡长老还谈到许多其他的事情 他说道 人生给予你两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一个是时间 另一个是选择的自由 随心所欲运用时间的自由 你可以任意地把自己的时间拿来换取刺激 也可以用时间来满足低俗的欲望 还可以投资在贪婪上 你拥有选择的自由 但这些交易都划不来 因为无法从中获得很久的满足 有一天 你得为自己人生中度过的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负责 今生就是你运用信心生活的时间 同时要证明自己能从善弃恶 责对除错 追求永久的幸福 而非一时的享乐 你的永恒仇赏端赖你的抉择 神的一位先知曾说 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 这种快乐包含了圆满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是现身服务 致力于家中充满爱与和谐 以及实实在在心情的工作 获得的成果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包括福音要求的条件与诫命 只有这些事物 才能让你找到真正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 即使在登席目落 曲终人散时 也不会黯然失色 以凡长老的这番话 道出了我们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 那就是对创造族所赐的时间 选择与选择负起管家责任 管家责任这四个字 令我们想到了主的献纳律法 这项律法 除了经济层面的含义以外 更重要的是 要我们在今生实践高荣国度的律法 献纳意味着将某样东西奉献出来 作为神圣之物 并用于神圣的目的 今生真正的成功 来自于献纳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为成就神的目的 而献出我们的时间和选择 当我们这么做 就是让神提升我们 使我们达到至高的终点 我想和各位一同思考一下 献纳生活的五样要素 纯洁 工作 尊重身体 服务和正直 正如救主所展现的榜样一般 献纳的生活是纯洁的生活 虽然耶稣是在人世间 唯一不曾犯错的人 但那些归向他 与他同父一恶的人 也能获得他的恩典 得以变得和他一样无罪无瑕 主怀着无比的慈爱 以下面这段话鼓励我们 大地各端的人啊 要悔改 归向我 奉我的名受洗 使你们得以借着 接受圣灵而圣化 使你们得以在末日 竭尽无瑕地站在我面前 因此 献纳也意味着悔改 顽固 叛逆和强辩 都必须 都必须摒弃 带之以顺服 渴望改正 并且接受主所要求的每件事 这就是 变牙闽王所说的 脱离自然人 顺服神圣之灵的教导 借着主基督的赎罪 而成为圣徒 这么做的人 蒙应许 会有圣灵 恒久为伴 而这项应许 在悔改之人 每次领受主的晚餐 及圣餐的时候 也会被记起和更新 百汉罗伯兹长老 曾用这番话 来说明这样子的过程 行走在光 智慧 及神的大能中的人 最后能凭借 自身接触的光 智慧 与神的能力 将这些力量 变为自己的 如同将这些 明亮的光芒 编织成神圣的链条 永远将自己与神 神与他自己 紧紧结合 这就是弥赛亚 此句奥秘经文的要义 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这是世人 望尘莫及的伟大成就 献纳的生活 也是辛勤工作的生活 耶稣早在其 尘世生命的初期 就开始以天父的事工为念 神自己 也藉由完成 他儿女的 不死和永生的 这项事工 来获得荣耀 我们很自然地 会想要参与他的事工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应该明聊 所有正当诚实的工作 都是神的事工 汤玛士卡莱尔曾说 每一样真正的工作 都是神圣的 所有的工作 即使是仅仅动手 劳动的诚实工作 都是神圣的 大地上各种的辛勤劳动 都会得到天上的奖赏 神创造的骨肉身体 需要不断劳动锻炼 我想起先知 约瑟斯斯密这句简单的声明 靠着不断的工作 我们才能有舒适的生活 我们靠着工作维持生计 丰富生活 工作让我们能 安然度过城市中那些沮丧 悲伤的经历 心情所换得的成就 产生自我价值感 工作能塑造陶冶品格 创造美好的事物 也是我们为彼此 为神服务的工具 线纳的生活 由种种不同的工作堆砌而成 有些工作周而复始 有些是卑微的工作 有些工作不受肯定 但这些却是能使人进步 建立秩序 维持生计 提振人心 给予施助和赋予崇高 向往的工作 在美过了辛勤工作以后 我也必须为休闲娱乐 说几句好话 正如实实在在的劳动 让休息时间 更加甜美一样 友谊身心的娱乐 也是工作的良扮益友 音乐 文学 艺术 舞蹈 戏剧和体育活动 都能带来娱乐效果 丰富我们的生活 进而盛化生活 然而 同时几乎不消说 今日的娱乐 大多沦为初俗 低级和暴力的媒介 麻木人们的心智 浪费人们的生命 讽刺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必须像工作那样子的努力 才能找到 友谊身心的娱乐活动 当娱乐 从美德变成罪恶 就会摧毁 谢纳的生活 所以 要注意 不要将邪恶的 判断成属于神的 谢纳的生活 会使人尊重身体 这项至高无上的恩赐 因为我们的身体 都是依照神的形象 所造的神圣佳作 成是经验的核心宗旨 就是让每个灵体 都能够得到这样的骨肉身体 借着这座肉身的会幕 学习如何运用道德选择权 骨肉身体 也是超生所不可或缺的 因为超生 及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 有些人的生命如昙花一现 有些人的身体畸形 残缺 或几乎无法存活 但是对每个灵体而言 今生的时间都会是足够的 而每个人的身体 也都有资格复活 相信人类的身体 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结果的人 必不认为自己需要 就对待身体的方式 向神或向任何人负责 但我们对前生 今生和来生之永恒生命 这项至高真理 有见证的人 必须明了我们对神有一份责任 我们要尊重祂属世创造中的杰作 套用保罗的话来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知道了这些真理 以及多玛孟孙会长 在今年四月份总会大会上 给我们的指示后 我们就不应当用刺青来损伤我们的身体 也不应用毒品来削弱我们的身体 或以通奸奸淫 或不端庄的举止 来玷污我们的身体 身体是灵的工具 因此尽力善待和看顾自己的身体 是置为重要的 我们应将身体的力量 献纳出来为人服务 并推动基督的事工 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耶稣产释了 献纳的生活 就是服务的生活 主在承受赎罪痛苦前的几个小时 谦卑地为他的棉徒洗脚 并对他们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所有默默地 体贴地四处行善的人 都是献纳的好典范 在我们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比多马孟孙会长 更完美地将这项特质 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了 他培养出善于倾听的双耳 能听见圣灵最微弱的低语 向他指明那些 他所能够援助的对象 有何需要 虽然多马孟孙 往往只是以平凡的举动 来彰显这份神圣的爱与体察 但却从无例外 我也从祖父母亚历山大 和路易斯克里斯多那的一生中 看到了谢纳的榜样 我的祖父身体强壮 在还没有电动剪子的那个年代 他十分擅长剪羊毛这项工作 他的技巧贤熟 他说 我曾经一天剪了287头羊的毛 我本来可以剪完300头羊的 但是我们没有羊可以剪了 在1919年 他剪了一万两千头羊的毛 为自己赚尽了两千美金 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 大举扩建农场改善家中的陈设 但是他收到了总会领袖的召唤 由他去南部诸州传道部服务 在妻子路易斯的权力支持下 他接受了这项召唤 他告别了当时怀有生育的妻子 和三个女儿将羊毛赚的钱留给他们之后 就去传教了 那时祖母正怀着我的母亲 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 祖父两年后满心欢喜地返乡 这样说道 我们的存款让我们度过了这两年 而且还有29块的余额 谢纳的生活是过正直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显现在完全忠贞 奉行婚姻事约的夫妻身上 也显现在将滋润婚姻 确保子女属士和属灵福祉 至于优先的父母身上 这样的生活也能在为人诚实者的身上看到 多年前 我在处理一间合伙的企业公司 资产拆分的过程中 认识了两个家庭 这间公司的两个负责人 彼此是好友 也同时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 他们两个人多年前成立了这间公司 彼此一直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 但是当他们年事见高 下一代接手经营之后 冲突就产生了 最后大家决定最好的做法 就是分配资产各奔前程 其中一位创办人和律师 想出了一个策略 在拆分资产时 为他自己争取了财务上可观的优势 却牺牲了另一位创办人及其子女的利益 在一次创方出席的会议中 其中的一个儿子 对这项公平做出了抗议 他说 你明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 你怎么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占别人的便宜 尤其是对同一教会里的主内弟兄 第一位合伙人 第一位合伙人的律师反存相机说 你怎么会这么天真 快点长大吧 为人正直绝非天真 真正天真的 是以为我们不需要对神负责 救主说 父派遣了我 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 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 我怎样被世人举起 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 站在我面前 按照他们的行为的好坏受审判 过着生活的人 不会占人便宜 反而会将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他打 当对方要礼仪的时候 连外衣也会让他拿去 救主对伪善之人 做了最严厉的训诫 伪善的杀伤力极强 不只会伤害伪君子本身 也会祸及那些看到 知道其作为的人 特别是孩童 伪善会摧毁信心 荣誉才是让信心的种子 成长茁壮的卧土 谢纳的生活多么美好 其力量和尊贵 像是种在清晰旁 卧土上的结石累累的树 结出非常宝贵的果子 谢纳自己的人 对旁人所带来的影响格外重要 特别是他们身边最亲近 真爱的人 许多前人及我们周遭的人 所做的谢纳 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了基础 而依照同样的模式 未来的世代 也会从你们谢纳的生活中 找到勇气 并为自己拥有的一切 真正重要的事物 归功于你们 愿我们都能将自己 谢纳为神的儿女 使我们在祂显现时 像祂一样 因为我们必得见祂的真体 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 我如此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